这件衣裳不错 哀家虽然眼神不好 都觉着光彩夺目 本剧最经典的一次公演 华妃的情商真是彻底让人堪忧 公演上华妃娘娘依旧穿搭的富丽堂皇 其他人都是一切从简 太后也是穿着十分朴素 想必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吧 华妃此刻觉得太后是夸她比其他人好看 赶紧准备拍太后马屁 丝毫没理解太后的前台词 太后少了那只不摇 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拍才相当一张 所以让秀苑心做了几身 太后心想一定后悔自己赏赐不摇了吧 本来还可以省下不少银子的 现在国库经济本来就不好 你还依旧大肆铺张浪费 什么衣裳得配什么首饰 本宫看华妃 簪的娟花也价值不菲啊 作为最会察言官司的皇后 早就听出什么意思了 就开始继续吹懂华妃了 欲使一个人毁灭比现实际膨胀 宫中沾发的卷花都是绸缎做的 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 臣妾用的是金线蜜枝 穿宝石珠子做的 到现在华妃依旧没有发觉 这次会议主题是什么 还在嘲笑旁人穿不起本宫的制服 这情商着实让人堪忧 的确好看 但是花费也不小吧 多谢皇后关怀 臣妾家里好歹有些天 不必费公主的钱 都像华妃一样 有个好娘家才好 就不用守着月利银子 灌紧巴巴的 皇后深知月丰那点钱 根本不足以华妃的开销 有一把原音引到哥哥年羹桥身上 皇上听了自然会反感 宫底已经属于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了 你哥哥还这么挥金如土 臣妾娘家再好 也是得皇上赏识 年羹瑶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虽然是朕赏赐她什么 她都贴不给你了 皇上因为知道 年羹瑶的厉害关系 历史早年间 帮助皇上夺取了皇位 后来又是征战沙场 屡屡获胜 亥就是年十一族一家独大 总体来说利大于弊 你还有利用价值 可以看出兄妹二人都是棋子 这是晚贵人新酿的美酒 正与晚贵人一同采摘 金秋新开的桂花 酿成四酒 家宴之上 正为王爷在座 桂花酒甜醉 但却略显简薄 若是与宫中珍藏的美酒待客 岂不更显添加风范 就是摆明了 看不起你这穷乡僻良 小地方的东西 哪有我们名门师家的东西好用 西北战士出平 自太后皇上请 都节俭用力 后宫李当 与太后皇上共进退 以皇上亲手所制的桂花酒 代替名贵酒种便是亲贵 不仅是皇上节俭用度之心 更显皇室亲密无鉴 你说你惹谁不好 非要惹一个后宫状元 缓缓这段发言 先把节俭主题挑拎 其次搬出胖橘成为党肩牌 既保全了自己 也让胖橘坐拥节俭的美名 可是听闻贵人 有一双鼠锦笑成的玉鞋 升华无比 不知道姐姐我是否有幸可以一关呢 复查贵人 不会是齐二哈的队友 无脑站错队 皇上赏的东西 你也要对 真是没眼力见 那是皇上喜欢 丸姐姐才赐给她的 虽然是越贵重 越升华越好咯 既然皇上喜欢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我少女纯的世界里 喜欢就是喜欢 复查贵人 你说是不是 群长寨 收得不错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